午安跟朋友聊天聊到一半 有没有过突然停下来 想不起来要讲什么 或者是想不起来要用什么词呢 加拿大研究说 说话忘词或者是卡卡的 这是正常老化现象 语速变慢 也就是讲话的速度变慢 才是失智警讯 研究人员说说话忘词 这种情况在年纪越大的人身上 越需要更长的时间找到合适的词 这些都很正常 甚至说话的时候 停顿多少次 停顿多久 认知能力都未必是有下滑的现象 或者是说跟失智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一种类似的舌尖现象 也就是明明知道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口 这个在过去的研究当中 也有发现 其实跟失智症没有直接的关系 相对来说 研究发现天生说话速度慢 不代表失智 可是如果讲话的速度 在短时间之内 比方说几个星期之内 讲话的速度突然变慢了 可能反映出来的是 大脑出现问题 就和失智有关系了 所以说语速变慢 比起忘词 反而是认知能力下滑 失智更重要的指标 几十年来 很多人一直把找词很困难 看作是认知能力下降的症状 但是现在的新发现 有可能改变医界 一直以来诊断失智症的方法 甚至说是可以用在 开发特定的侦测仪器 及早掌握患者的脑健康 来预防更严重的失智问题 虽然研究发现 语速跟失智有关系 但是科学家也提醒我们 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 训练自己讲话更快 可以预防失智 因此现在大部分的专家都同意 预防失智的方法之一 就是经常使用外语 巴黎的脑部专家说 重点不是我们几岁学了外语 或者是学了几种外语 而是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常常使用 在很多个语言当中进行转换 因为当我们用外语的时候 就可以抑制母语的使用 当我们试着要去想起 外语当中正确的词汇用法 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被迫训练 这个时候说如果我们常常使用外语 就能更常得到所谓的大脑认知训练 这个过程叫做认知意志 专家推测时常进行认知意志 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对于实质症引发的脑损伤 更具有韧性 当大脑的韧性越强的话 即使脑健康开始下降了 也可以维持正常运作更久一点 纽约时报就访问过澳洲的双语专家 他们的研究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 都会用到语言 所以如果大脑具有双语能力的话 就是大脑是不间断地一直在工作 那么经常使用外语 甚至刚刚说到在很多的语言当中进行转换 跟从事其他的活动的效果 其实是不同的 比方说有人说那我一直弹奏乐器 是不是就可以运作我们大脑的能力呢 其实是不行的 对于认知促进意志 是不可以一直在进行当中的 所以如果使用语言的话 却可以这么做 甚至年长的人 他们透过学习另外一种语言 进行旅行 或者是跟社区周遭建立联系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敏锐 以上就是新一代你看世界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